新年第一天李普加无语事件 某家粉丝又一次恶心到我了 哈哈哈哈说好的不在意压轴 结果营销号一波又一波 粉丝内涵挺起劲 就一个节目至于吗 人家节目主持人说了 你哥哥压轴没人抢也没人稀罕抢 倒是一些人啊 还挺在意的 嚷嚷着说节目单上为什么没关系 关于电影的宣传 明明我家哥哥是压轴 为什么后面还有电影 因为这个电影宣传 我哥哥的节目时间缩短了 我哥哥不高兴了 好好好 这个就需要你们去问节目组 为什么把无名放最后了 还有你们粉丝所谓的 为什么关宣的节目单上 没有电影这个流程 我想说你都说节目单了 电影关宣是节目吗 还有你见过哪个人关宣 是提前出节目单的 你们是脑子有病还是思想有问题 大过年的有着时间 爸爸还不如多去治治脑子 看着挺可怜的 也挺无语的 一边说自己压轴 一边又说节目组 为什么让无名最后上海关心 咋的你们这是间接性承认 无名是压轴吗 那发发啥呢 有粉丝找节目组啊 骂王一博算什么粉丝 王一博是你们组都是吗 我估计是 大过年第一天就那么边界了 有你们这种大孝子 我们也是感到丢脸 毕竟尾脑子的太多了 惭愧惭愧